剛剛大家簡單體驗過之後 我們現在就玩完真的 你從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新項目 就等於說我要開一個新的專案的意思 來這裡按一下 那你看 這邊有幾種方式 首先 如果你已經有內容了 你可以從左邊這裡開始 包括你已經準備了一段影片 或者你只是準備一個聲音檔案 還是說我的已經在手機錄好了 你就直接掃QR Code 各位你的手機不用安裝APP 掃完之後就可以把手機上的影片 直接傳到你的這個電腦裡面來 所以它真的很方便 那如果呢你還沒有準備好 沒關係 它也有錄影的工具 所以你可以選擇 我就錄我的網路攝影機畫面 還是錄我的螢幕畫面 通通都可以 那我們剛剛是不是有一段影片了 我就選這個 跟它講我的檔案 我放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時候呢 它就要問你 因為我們Beru很特殊的 它是 影片 會進來的時候 就會自動幫我們搭配Google的語音辨識 所以你只要告訴它你是什麼語言 就OK啦 你看我把它按確認 剛剛講的90分鐘 就在這邊 它有沒有告訴你現在會用到多少 但是因為我們這邊出去都是同一個 IP啦 所以說 我們應該會共用90分鐘 哈哈哈哈 所以如果你要沒有這個限制的 可能待會呢 你要註冊一個帳號 這樣了解嗎 好你看喔 它已經把我傳上去了 OK 來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字幕傳證出來了 不要忘記 下面是字幕 上面是什麼 影片對不對 對 來我先讓大家一起傳上來 好不好 看看你到底剛剛講的什麼好聽的 現在呢 大家都還在上傳中 但是 你可以看到 我們如果講口語化的 其實 大部分 大部分 它的 這個 辨識的內容 有沒有都還算正確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專有名詞 那當然 它就有可能出錯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就需要怎麼樣 去做一些 內容的一些編輯 那一般來講 像我剛剛這裡提到的 我們在這邊 你就可以 先決定 哪些 你看我先聽看看 怎麼預覽 TAV或者是空白鍵對不對 按一下 嗨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現在在上 Essal基礎標準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Essal分佈出來 在這裡有沒有發現 他這裡就沒有那個字幕 所以你可能就 如果以字幕來講 你就必須要自己打上去 對不對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在辨識的過程裡面 其實 這個 上面這個影片 不見得會每個字都剛好 就在那個位置 因為 有些可能它沒有那麼 那麼準 所以我們還是會聽一次 還是會聽一次 但是你大概就知道 它差不多在哪邊 這樣子 好 所以 你不要說 馬上看到 就刪掉 因為有時候不一定 那個位置是準確的 可是我們這樣在看的時候 就已經 比較容易 然後 你看 一樣空白 有沒有 衝動是不是就在這裡 但是不是在後面 嘿 好 一樣的 你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我都會講對不對 這個就不用對不對 我就直接 刪 我可能會繼續加上去 對不對 好 算錯了 這樣 那我就可以 這樣子就沒有了 好 所以 你可以像這樣 我就可以 很輕鬆的 把我的這個影片 做一個編輯 那 在這裡面呢 我們在編輯的過程裡面 我們順便看一下 你可能會想 需要 知道幾個東西 第一個 難道我做 影片一定要有字幕嗎 你覺得我一定要有字幕壓在上面才可以嗎 我們YouTube的字幕可不可以分開放 可以對不對 我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開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 用這個Bertooth的時候 我也可以這樣做喔 編輯的時候你可以先打開 但是我真正最後影片要突出的時候 我就不打開 好那我們來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字幕 你就來這邊告訴他 我不想要字幕 你有沒有感覺到 我們只剩下這個 少了一行 剛剛是不是有兩行 對不對 那我會比較建議暫時 剛開始先打開 因為這樣要編輯是比較容易看 因為有時候 看這裡跟看下面不一樣嘛 會有差一點點 所以我就可以透過這樣子先 把影片跟字幕簡單的處理一下 因為我們後面呢 字幕還可以獨立存出來 不用說就是 這裡沒有我就一定 把它捨棄掉這樣子 我就可以把字幕單獨匯出來之後 拿到YouTube上再匯進去 這樣也是很好用 這是第一個 你可能會 有的問題 第二個呢 我們來看看 請問 萬一你不滿意Value 它所採用的Google語音辨識 可不可以用別的方式 可以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檢印這個軟體 如果你沒有聽過 應該也有聽過抖音 因為這是同一家公司 那麼我們不可否認 雖然它是對岸的 但是 在 中文的辨識上 它的確是比Google語音辨識 精準度再高一些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 你有這個 這樣的軟體 你可以在這邊把 把字幕做好之後 把它匯出來 匯出我就拿到Value裡面 直接匯進來用就好了 它一樣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取代掉 然後呢就用它的 那怎麼匯進來你看字幕裡面 一樣在字幕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叫導入字幕 跟一個叫導入稿件 那這兩個有一點點不一樣 一點點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我們看一下 因為一個是導入純文字的 一個是導入有 影片 就是那個字幕有起氣時間的 那如果你是拿這種 就是說我有拿到一個稿件 那它講一句話 就是一行 講一句話就一行 它就這樣去 自動對到我們剛剛的那個 Value裡面的一個一個片段 但是如果你要比較精準一點的 我們還是比較建議大家用這一種 用這一種效果會比較好 這樣你大概了解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把它匯進來 那我們就可以把 這個字幕取代一下 但是又用這樣的方法來做剪輯 這個是 你在使用的時候 可以稍微 留意一下 我們在 錄製的過程裡面 請問有沒有可能 有些影片的音量不夠大 或者甚至有一些操作過程 是比較冗長的 喔可不可以快轉 你有沒有看過一些綜藝節目 那個過程就 登登登登登登登 對不對 欸我都可以做喔 那我們來看看好不好 這兩個 你看一下我們在這裡 因為我這個都還算蠻大聲的 好 那哪裡可以調聲音 我們看一下 你可以針對一個 也可以針對兩個一起做 這樣了解嗎 當然你要針對全部也可以 好 那我假設就針對這兩段 你找到上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叫效果 有看到 調整音量 倍數 好 我先調整一下音量 按一下 現在 他所套用的範圍 有沒有就是選取的 你如果要診斷你就用診斷的 好 那我現在只針對這個 我把音量稍微降低一點好了 OK 那我們先play看看 有沒有比較小聲 你如果不夠大聲 這樣了解了 好 那我想要加快 就把它按一下 預設是不是 一倍 加快 你知道跑快之後 影片的長度 是不是會變短 因為我現在1.75 如果到兩倍 是不是就剩一半 好我們聽看看 這樣老師就很忙有沒有 哈哈哈 所以一般來講如果你快轉的時候我們會把音量降低啦 因為那個聲音會 對不對 就會比較吵一點 這樣 有沒有了解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樣子就可以 做調整 而且你看 你有沒有感覺到 後面這兩段 長的跟別人不一樣 跟上面的 跟下面的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因為 你是不是有針對他做了一些 處理 所以他有不同的標示 你就會比較清楚 這兩個我處理過 這樣知道囉 來給大家先試看看 我們剛剛講的幾個 第一個 就是 字幕 對不對 你如果不滿意 就從哪裡 字幕這個地方 你可以匯入 好可以匯入 再來 我們剛剛就講了 如果你不想要有字幕 就是從這個地方關掉 然後呢就是針對 你影片片段的聲音 你找到效果這裡 去做 速度或者是 音量的調整 好來還給你囉 不行 不是